心灵回收站 爱的港湾 已经是公司的一个财务主管了 稍微有一点实力 但又不是很多 重点是张俊那时候二十来岁 算是事业小城 上海户口 家里早早地给买了房子 交了首付 娜娜从小受到父母的爱比较少 去上海实习 自己已经认为是祖上积德了 心想着自己实习的时候 要是能够找个上海本地人 那就是锦上添花 去公司实习不到半个月 就一路受到张俊的照顾 一不做二不休 娜娜就跟张俊 飞速地滚了床单 半年之后 因为怀孕 立刻就开启闪婚模式 张俊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 当初之所以能够 在娜娜跟前献殷勤 大多数也是因为娜娜 女人味比较足 想玩玩而已 后来怀孕 也是她没有想到的 之后结婚 更是因为被逼得太紧 无奈之下 才结了婚 这段婚姻 张俊是心不甘 情不愿的 结了婚之后 张俊的态度 更加玩犊子了 往家里一窝 就跟皇帝似的 什么也不干 还成天指手画脚说 娜娜这里没做对 那里也没做对 生活的方式 跟个乡下女人似的 娜娜本就因为自己外地 嫁到上海 心里有些没底 但终归 自尊心 还是有的 开始 没怎么理张俊 时间 渐渐的久了 加上 任臣的一些生理反应 她忍无可忍 觉得张俊 不可理喻 三天两头 跟张俊闹 经常吵完之后 张俊摔门出去了 第二天才回来 娜娜知道 张俊出门准没好事 当初谈恋爱的时候 偶尔也会聊一些 这种方面的问题 心里对张俊的私生活 很是有偏见 憋着一口气 实在是咽不下去 只得打电话 给婆婆哭诉 妈 张俊欺负我 每次吵完假 大半夜就往外跑 跟别的女人鬼混去了 哼 好了 好了 你先别急 我问清楚再说 我儿子 我清楚的 打完电话的第二天 婆婆来了 简单的草草说了张俊几句 就操着一口上海话 拉着窃窃私语 以为是教训张俊 仔细一看 发现两人有说有笑的 气氛很是融洽 气得娜娜的脸 顿时成了猪肝色 连着住了几天婆婆 才离开 走前 拉着她的手 让她生个大胖小子 她心想 既不问她身体好不好 最近有没有胃口 一个劲的 就只知道让她生孩子 自己又不是个生孩子的机器 话在心里 过了一长串 嘴上没说 只是点头 那时候 娜娜就稍稍有些不满了 不过 张俊的态度 的确是改善了不少 不会明着 跟她真枪实干 但背地里老是聊微信啊 之类的 有次 发现张俊微信 有个人给她发 我想你了 娜娜 几伙攻心去问 张俊却说 只是个同事 不要以小人之心 度君子之父 那么敏感 张俊跟她解释了一大堆 可是 她却什么也听不下去 发了好大一顿火 之后 没几天 她就生孩子了 是顺缠 在那过程中 她仿佛觉得 一切都不重要了 只要生下孩子 好好地跟张俊过日子 就可以了 女人一旦有了孩子 跟丈夫之前的矛盾 都会随着分娩 而消失不见 心如止水 生下孩子之后 娜娜和张俊 过了大半年的安稳日子 之后的大矛盾 是因为借钱的事 娜娜的奶奶病了 在手术室里躺着 奶奶只有一个独子 那就是娜娜的爸爸 当时拆迁的时候 奶奶将拆迁分的房子 全部给了娜娜的爸爸 家里的两个姑姑 什么也没得到 心里本就意见重重 所以 赡养这一块 全部落到了 娜娜的爸爸头上 娜娜的爸爸没什么钱 但是又不想 将多余的拆迁房 卖了给奶奶治病 情急之下 找到了她 说要暂时借两万块钱 娜娜心想 两万块钱 也就是张俊两个月的工资 考虑都没考虑 便向张俊开了口 张俊果断拒绝 这种老人家生病的事 就是个无底洞 谁沾上就甩不掉手 你爸也是 这么大岁数 两万块钱存款都没有 真不知道 你怎么长大了 要让你爸写个欠条 我就借 不然 别说两万 两千都不行 娜娜知道 像爸爸那样的人 你要是让他白纸黑字的 他肯定不会干 说不定 还会变着发 说他不笑 你现在嫁过来 户口也过来了 到底帮着哪一边吧 张俊说起话 一点不给他留面子 娜娜从张俊这边 没有借到钱 打电话回老家 被老家人一顿数落 爸爸最终 没有卖掉房子 给奶奶凑钱 说治好了 也活不了多长时间 七十多岁了 一个月不到的时间 老人家就死了 爸爸打电话过来 冷嘲热讽一顿 说奶奶将他养这么大 他真是够没良心的 娜娜伤心的哭了好几天 却连老家都不敢回 没过多久 张俊的表弟 想要在上海买房子 张俊不跟他商量 就一口气 借给他表弟十多万 眼皮子都不抬一下 娜娜知道 还是因为 听到张俊这边的亲戚 顺嘴说的 回家后问张俊 张俊说 我有本事挣的钱 我想怎么借就怎么借 人家给我打的欠条 白纸黑字 不像你们老家那些人 比吸血鬼还不如 娜娜委屈到了极点 却拿张俊没有办法 跟张俊的感情 渐渐的有了隔阂 她怕自己彻彻底底 沦为伸手要饭的家庭主妇 把孩子扔给了婆婆 出去开始工作了 在办公室工作 娜娜渐渐的 有了办公室恋情 对方也是个上海人 比张俊能干 各方面条件都比她好 结过婚了 年龄三十多岁 会疼人 男人叫王温凯 无论是性生活 还是平日相处 跟她在一起 各方面都非常的愉快 王温凯为了她 提前跟老婆将婚礼了 说跟她老婆 早就没了感情 娜娜的日子更加难过 一天拖一天 最后实在没了办法 跟张俊坦白 净身出户 松了一口气的 似乎是张俊 因为张俊最开始 想找的 就是上海本地的老婆 听娜娜要净身出户 果断签了离婚协议 离婚前一晚 张俊借着还是夫妻的名义 折腾了娜娜一顿 娜娜暗骂张俊 畜生不如 要离婚了 还不忘占便宜 张俊却说 血花是香 不过最终是个外敌的 就是不如本地的女人讲究 娜娜气得 差点一口血喷出来 和王文凯办理了结婚证 娜娜心里想着 终于可以开始 自己的美好生活了 王文凯母亲那边 一直觉得 娜娜是个第三者 把她原来的儿媳妇赶跑了 对她很有偏见 不过 娜娜勤快 在王文凯的指导下 不断地在用实际行动 告诉王文凯的母亲 自己比她以前的那个本地媳妇 做得好 王文凯也时常出谋划策 告诉她 应该怎么做 什么时候 不应该做什么事 娜娜心里很开心 没过多久 便取得了婆婆的认可 婚后三个月后 娜娜便发现 自己怀孕了 之后 让王文凯 陪自己去检查一回 一家人皆大欢喜 娜娜觉得 嫁给王文凯之后的二婚 比自己以前 嫁给张俊的时候 过得舒服多了 张俊不把她当回事 王文凯 却是宠她的狠 处处惯着她 因为是第二次生育 娜娜细心呵护 恨不得向全世界宣告 她当妈妈的喜悦 有一天 娜娜收到了张俊发来的信息 她问 有没有算过日子 孩子会不会是她的 娜娜当场 大骂了张俊一顿 心里窝火得很 自己究竟是哪只眼睛瞎了 以前能看上张俊这种货色 越想越觉得懊悔 要不是张俊的话 她不会这么年纪轻轻 就离婚 还拖着个孩子 同样的 要不是张俊 她哪里能遇到 文凯这么好的男人 日子一天天过去 娜娜安心养胎 若不是闺蜜的那个电话 娜娜至今都不知道 该死的张俊 居然在她以前的同事 以及朋友那边 也到处乱说 说离婚前 跟她同房了 现在她肚子里 还怀着她的孩子 娜娜发微信对张俊一通臭骂 张俊却说 你跟那个臭男人 给老子戴了绿帽子 现在正好 让他给老子养儿子 娜娜做不到 像张俊那么不要脸皮 说不过张俊 只得立刻拉黑 张俊不依不饶 竟然还打了电话过来 几次骚扰之后 娜娜过得胆战心惊 整个人瘦了不少 她甚至自己也开始疑惑了 这孩子 会不会是前夫张俊的 和张俊离婚前夕 娜娜和两个男人 都发生过关系 真相究竟如何 她自己也无从知晓 孕期 王文凯和其母亲 给予她许多关爱 面对着二人 她却愧疚难当 娜娜到医院 向医生 咨询了怀孕的日期 她确定孩子 确实不是前夫的 虽然安心不少 但是对于自己的行为 自己还是有些后悔的 但愿自己以后 可以把日子过好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 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 与您的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